有人说亚太地区民主状况 做了一份报告来分析统计 结果呢 哇 什么言论自由啊 新闻自由啊 是在说谁开民主倒车啊 哦那大家赶快就往里面找 里面找 我们也看到这里面 好多好多的英文啊 但是我们把重点摘录出来 给大家看看 把它翻译成中文 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主要是说到啊 2012年这个地方新闻自由 总分已恢复到2001年水准 所以呢看到在这里啊 澳洲有下降 吉尔吉斯也是下降 菲律宾韩国斯里兰卡 还有台湾都有下降 说台湾的新闻自由是怎么样 分数是下降的 再来看过去五年 包括了阿富汗 斐济吉尔吉斯斯坦 缅甸 还有台湾 社会群体平等的程度 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好大家看这是谁做的报告呢 是由斯德哥尔摩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 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 他们所出具的一份报告 所以谢大使 简单来说 刚才我们看到了台湾是榜上有名 可是分数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台湾在退步了 退步在哪一些地方退步呢 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新闻自由 还有所谓的社会群体平等 这里也是看到是退步的 哇那过去五年 不要说是五年 他这个上面是说五年 过去我们看到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不是一直都很喜欢宣扬着在这方面的成就吗 这个民进党最重视的就是言论自由 还有平等 结果现在这篇报告怎么感觉是狠狠的打脸了蔡政府呢 对他这个用的字而且算是蛮重的 他说significant decline significant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他没有用series significant就是已经是非常显著 非常明显的这个decline 而且他回到了怎么样 2001年的水准 那就是说连续倒退多少年 倒退到二十年前 我们现在是大概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三倒退了二十年 而且他这个是最近做的一个一个民调 也就是说蔡英文在这个 每天打着民主自由法治的这样子的一个 他领导的这个政权 事实上的话在这个斯德哥尔摩 这个瑞典这个国家的一个 一个民间组织 给他打分数 认为他是严重的退步 而且这个项目是属于 这个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他是不是看到中天被关台 不只是中天 还有现在对这些社会的意见领袖 然后在这些所谓社群媒体上的这种干扰 那简直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令人发指 多少人在这些这个在这些社群平台上受到骚扰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还很清楚的 蔡英文用人民的纳税钱 在公务机关里面 养了一大堆1450 在这边对这些不同意见的人进行立即直接的骚扰跟恐吓 每天都在每天都在发生啊 对不对这个是这个程度应该不是significant 我觉得应该是seriously非常严重的一种 你知道这个这个情况在今天环顾亚洲 大概所有的国家地区很少像蔡英文这样做 而且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在一个令人羡慕 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水准 那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这样是为了台湾好吗 还是为了方便你们为非作歹 你的贪腐是有在台湾 台湾这几十年来最最最最最最最糟糕的 对不对 你们的支持者跑掉那么多 就是你们贪污腐败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你今天国王的新衣 你不穿新衣 你不穿衣服在那边展示你的新衣服 这个例子就是现在现在他们搞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国造潜艇的下水典礼啊 既不下也不水也没水 结果呢 还搞出来一个政治迫害事件 把马文君拉出来干嘛 干嘛 修理啊 然后他的媒体 他们所欠仰的媒体 在那边连篇累赌的干嘛 在那边抹黑 我告诉你航海事件的时候 不只是对新闻这些报道的直接的威吓 跟这种制裁或者是这种压迫 还有一个他们收买大批的媒体 更可恶 更可恶 那个NCC 你去看看他 然后你看看他们有多少业配 拿政府的预算怎么做的 这个新闻自由啊 还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在观察了 对 所以呢 那请他 请蔡英文他们那些人出来讲几句话啊 回应一下啦 你回应一下 因为通常他们都很喜欢说 德哥尔摩 国际社会又再度的肯定了台湾的言论自由或民主程度啊 对不对 那现在出来讲讲话 我跟你赌这个新闻只有你们中天敢报 我告诉你那些拿他钱的 这个我要补充 我刚google了一下 这个新闻除了中天还有人报 中央社有报 可是呢 这篇新闻讲了完全一样的东西 就没提这个 有提到台湾的都没提 有提到台湾的都没讲 说全球报告 然后你看全部都全文没有提到台湾 自由时报也有报 也没有 有提到台湾的都没有讲 所以他只报了说 这个所谓的国际民主选举 这个研究所 又发度了一个年度报告 就是IDEA的这个年度报告 然后里面提到了全球民主 显著的下降 然后中国的独裁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 都列过了 装社跟自由时报 这里面在报告里面有提到台湾 可以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还是该报的还是要报一下 跟我们其相关的还是要报 所以最可恶的 他就是收买这些媒体 那用谁的钱呢 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的钱 在控制媒体 这是最可恶的 这句话说的很悲壮 但是呢 国民党可以导中华民国 不能导 何况国民党也不必就这么倒下去 也不必拼着非要权有或权无 要务实的合作 要让什么 要让整个运作 要能够更好 更壮大 那这样子的话才有机会 真的能够让六成的民意 怎么样 获得回应 不是吗 这个谈判 要谈得成 一定要双方都妥协了 如果我们看到有一边 一定要坚持说 用哪种方法的话 那这个就应该 他要好好去想一下 你不能 别人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做 你提出另外一个方案 对不对 如果对方也提不同方案 就是大家要找到一个中间点来妥协 如果只坚持自己的想法 别的都不谈的话 那这个不是在谈判 那你就是叫人家投降 那你最后招之的结果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 看起来表面已经实际上是全输了一场谈判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拿出妥协的态度 妥协的精神 还有刚刚洪廷讲的很对 你现在基本上你每天讲要把这个 这个贪腐的这个绿色政权下架 贪腐力的政权下 现机会来了 那你就要显现出你的这个真正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 忍辱负重 对 忍辱负重 这样才会得到更多人民的支持 人民现在不是支持你姓侯的还是姓柯的 还是姓什么的 人民支持你们合作起来 把这个贪腐的这个这个信赖的 未来可能把他怎么样打下来 大家看了看不下去 那位赖先生他家里面的这个房子 不但现在发觉是违章建筑 有违章建筑 他也不拆 结果发觉十年没缴税了 是啊 你问请问一下 我们这有有稍微一点房产的 你有十年不缴税吗 老早 早就一直会被追税 老早追税 而且老早如果是政治人物 老早自然勤贿 然后所有的这个都都 他们还出来有人替他讲话 对不对 欠税还一大堆理由 不缴税还一大堆理由 就是我们就是看不下去了 我们要是真的做一样这种事情的话 早就不知道被罚成什么样子 这个人天天说 哇要什么要增加兵役 要什么这要都要多什么什么预算 这个国防预算要怎么样好 要实力要怎么样 结果自己儿子在美国躲在那边 打仗的时候呢 他最后说哎呀你们这些 你们放心啊 你们不会上战场 结果人家他的国防部长 稍微懂国防的出来讲说 战火一响没有前方单跟后方 到处都是战场 是啊 就是就要逼着人家打脸他 直接就是戳破赖青的人 逼着人家打脸他 然后怕美国人不喜欢他 就硬是把一个前美国人 拿来做他的副手 都是为了自己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